各位观众您好 今天还是陆续地做广东菜系列的一些名菜 那么这个雀草鸡丁并不是一个传统的名菜 在大陆的时候不曾经有过 但是到了台湾不久 我们这个广东餐馆就陆续地有一些雀草什么 雀草什么 蜂草什么的 那么这个菜又好看又好吃 这个鸡丁用鸡腿肉和鸡胸肉都没有关系 那么如果想炒一大盘十个人份的话 你要买半斤以上十两的鸡肉才够 那么把这个鸡肉都给它切成小丁 这个所谓小丁也差不多也有将近半寸多的四方大小 那么把它切成小丁之后 这个鸡丁就要给它腌过 腌过炒出来的时候才有味道 所以我就切好了就开始就用这个酱油 太白粉 那么有的时候还要加一点蛋白 这样子把它腌一下 这里是酱油 不要太黑 所以不要用很深的颜色 这里是太白粉 也可以用湿的 那么这里稍微给它一点这个麻油 也可以加少许的糖 好了 这样子这样东西呢 就把它好好地抓拌一下 抓拌了 给它腌个二十分钟以上 那么就可以过油来炒了 那么至于说它的这个配料 今天这个切炒鸡丁的配料呢 很多 只要是五烟六色的这个素菜都可以拿来用 这里呢 是一块青辣椒 其实呢 你也可以用这个荷兰豆的豆甲 小的豆甲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黄瓜片 只要是绿颜色的东西都可以拿来用的 另外呢 还有胡萝卜片 还有这个炒菇 或者是香菇 笔气 这里呢 是辛香料 也就是葱姜之类的 也有人喜欢用大蒜来煎香 这个我们今天用的是姜片和葱段 好了 这样子都准备好 那么另外呢 在锅子里头 在这个碗里头呢 准备一个中和的调味料 也就是炒鸡丁的一个料 这个里面包括了有这个酒 姜油 太白粉和这个盐 糖 所用的呢 这个种类很多了 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的这个名材精选 这个广东菜片的这个雀炒鸡丁 这样子给它调好 预备好 好了 等到锅子里头的油热了 这个油呢 要用到一碗到两碗 也就是能够跟鸡丁一样的多 让鸡丁下去的时候 都盖在油里面 过油 只要鸡丁的颜色一变 一变就可以捞起来 再跟配料一起来炒了 这个很快 通常是15秒钟 这个油的温度是9分热 好 这样子这个鸡丁变白了 就可以捞 捞起来了 要大火啊 大火 好 这样子把这个鸡丁都炸过以后 油倒出来 然后呢 就用一汤匙的油 来炒葱姜 还有其他的这些配料 好 葱姜 然后呢 炒菇比起片 还有青辣椒全部都下锅 大火地把它拌炒 要让它炒透 让它就热了才好 那么这样子多炒拌几下 现在呢 就把鸡丁也再回锅 同时呢 把刚才调的这一碗综合调味料呢 就下锅了 这个也就是中国菜炒的菜的 一般的 很标准的一个炒法 好 就这样子把它炒透了 炒透了就好了 给它淋一点点油 让它亮 火关掉 好 那现在呢 就要往这个槽里头去装 这个槽呢 也就是 我们用这个马铃薯的这个丝 这里呢 已经切好了有这个马铃薯 切了丝 洗过以后呢 用这个肉勺呢 给它装起来 装起来呢 给它在油里头炸出来的 就是这种缺槽 也可以用这个大芋头切丝来炸 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拿这个 面条来煸 都可以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一道广东的菜 在广东餐馆里 你常常可以看得到 这种缺槽的什么什么 也不一定是炒鸡丁 有的时候也可以炒别的菜 好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会